好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掌握的是东南亚动态 泰国的陆军总司令乍林财将军 访问中国加强军事关系 继续推动特种部队的训练 增加网路安全培训 并访问坦克还有装甲车的制造商 也就是中国北方的工业集团 印刷电路板PCB产业积极布局东南亚 台湾多家的业者近三年积极投资泰国 人资人才抢手 6月召开的多场人才梅合会是层层爆卖 印度两大亿万富豪安巴尼以及米塔尔 各自旗下的电信巨破 都准备要部署卫星联网服务 与试图插其印度市场的 SpaceX新量一届高下 那么杠上的是美国的亿万富豪马斯克 中国大陆的犯罪集团 透过新加坡至少16家的金融机构 洗白超过22.3亿美元的网路博弈收入 花旗新展等被卷入 新加坡最大洗钱丑闻的银行 开始加强审查 以免再度卷入非法的资金流动 马来西亚去年赴台旅客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九成 大马媒体报道 台湾在穆斯林友好目的地排行 前五名是情侣度假的理想选择 观光夜市也是品尝小吃的好去处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